這個主持人不好意思喔 我今天為什麼要在這一段呢 先把話搶過來 因為我剛剛講錯了 就是那個羅德里蓋茲 他2700萬美金 折合台幣是8.2... 837... 8億啊 所以說他一個禮拜週薪是1600萬 在這邊跟大家更正一下 那麼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 台灣首富身為貧窮的你 為了什麼想奮鬥嗎 其實... 這個我相信鋼鐵人很... 你算是實際上對了嗎 對啊 所以說你看你最近股價掉的太多 是啊 讓我都... 那我還是想說... 對 會計師有打給我 是1600萬元我更正一下 鋼鐵人賺得好像比較多 我覺得其實在座的各位 講的都太遠了 那個老百姓聽的都沒有 都沒有 都聽沒有 我覺得其實很簡單 大家想奮鬥嗎 要奮鬥 很多人問我 前兩天媒體問我說這個 現在可以買房子嗎 我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都可以買 什麼時候都可以買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如果要買房子 我們可以 買不起房子 我們就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這個概念很簡單 就這樣子 你如果我們台北家的房子 隨便一坪就是100萬 那你如果台北你買不起 你可以到土城一坪20萬 你台北一坪換土城5坪 對不對 那你這樣子每天早一點上班 晚一點回家 這樣子時間換取空間 你不要小看土城 土城以前房價很低 非常低 那可能土城還比宜蘭的頭城還要便宜 但是自從這個阿扁 阿扁入住以後 他周圍的房價就整個就長起來了 那我是沒有辦法預測 接下來還會有什麼大人物 入住到土城 但是我可以講說 如果以時間換取空間這個概念的話 你想住台北市也可以 台北市這個 你比方說你可以住在菜市場旁邊 住在冰工廠旁邊 住在夜市樓上 像十大夜市樓上就可以買 南港冰工廠旁邊 等一下你住在冰工廠旁邊 是要幹什麼 很能動鞭炮 因為他很吵 因為他很吵 他很吵的話 表示說你每天睡覺時間會受影響 你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我都沒有辦法睡覺了 我還算換取空間 對啊 我要不要換個太平間還是怎樣 這個例子也有 這個案例也有 有人說鬼屋可不可以買 鬼屋也可以買 你要問我鬼屋可以買 如果低於市價行情大概三成 也就是說差不多 台北市一坪一百萬 一百萬 那你如果鬼屋你就要 就是我們所謂的凶宅 你要七十萬左右 七十萬你就可以買了 我買一個凶宅還要七十萬 我買他的幹什麼 這你就不懂了 那我乾脆買冰儀館的冰櫃就好了 那不一樣 我冰櫃還可以出售 還可以賺一點錢冰市 不好意思 我是房市達人 我不是寧姑塔達人 如果白雲來你可以跟他 討論這個問題 請尊重我的專業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最後要講到這一點 像演藝圈有一個民雄 民雄 他以前就是住在鬼屋 大家都知道民雄鬼屋 那他那時候沒錢還不紅 但他紅了之後 你看他現在用 慢慢的時間換取空間 以前他敢通告 要從嘉義的民雄鬼屋來台北 他現在就在台北買房 他明天呢 明天就要在桃園歸山要入處了 要入處了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買房子 這有什麼好報的 我就是提醒大家 你可不可以買房子 因為他們都有收到帖子 對啊 對… 要你煮啊 所以買房子 什麼時間點可以買房子 什麼時間都可以買房子 只要聽我的就對了 謝謝 好 謝謝 他這樣講的話 到底對不對 我們要問一下沈玉琳 是… 以你這樣觀察 藝人這樣子要買房子 好像也是不簡單的 其實很辛苦 是 人家說每一年之後 好像要買一個房子 好像都好幾年不吃不喝 然後還不能夠身體不健康 因為我們每個藝人出去工作 都比較身體力行 不可能說在家裡面 就會有錢進來 所以我們其實 剛剛有講到我們蔡董事長 他這個… 他這個身價有到2700 2370億 可能大家不曉得 2370億到底有多少 其實我這邊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例子 他一比喻就知道了 比方說他就可以 他可以養這個周杰倫 養350個周杰倫 因為周杰倫他的年薪 大概6億的台幣 也就是說 周杰倫要做350年 才可以賺到2370億 用更另外錢寫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就像剛剛我們這個 王董事長講的 ERA ERA他的年薪 大概也是8.5億的台幣 所以他也可以 也可以養300多個ERA 就是說 如果說蔡董事長 你真的覺得很多錢的話 但是要做一些投資 如果說你要打遠征美國 去打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話 你可以成立第五隊叫旺旺隊 對 你可以簽300多個ERA 你會發現這個球隊所向無敵 因為他第一棒是ERA 第二棒是ERA 第三棒也是ERA 第四棒也是ERA 全部的都是ERA 他投手也是年薪最高的 投手也是ERA 普手也是ERA 我像這樣打下去的話 全世界的 你頭壞掉 他只會打局 他不會投球 所以還要簽一個最貴的投手 那還不能穿全國 音樂還比較好 對 你會發現 如果說真的有這麼多的 前面的地方的話 你去投資一些 比方可以投資 我們台灣的中華職棒 還是說三級棒球 燒棒 青燒棒 或是職燃 或者是高爾夫球 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可以去建立你個人一些 這種投資理財方面 甚至可以幫助一些年輕人 這些小學做一些的事情 我覺得最好是能夠在中天 成績一個經濟部 我相信中天有很多的藝人 也希望能夠受到蔡董的青睞 他一定會拼時拼回的 把他的演藝工作做得很好 謝謝大家 謝謝 他這個可能不太了解 2370億是多少 我講這樣你可能就知道 2370億就是說你一天花1億 也要花六年以上 六年 每天都花1億 不知道怎麼花 就是這樣 花六年 來 看一下關鍵動作 馬上回來 請問那部外相對請 歡迎收看 LBJ 劉寶傑主持人 關鍵動作的關鍵照片 我是劉寶傑主持人 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第一位紅色角落的 我們歡迎苦幹實幹 就是比不過我的才幹 我是紅華幹 華姐好 大家好 歡迎 馬上介紹第二位 是藍色角落的張有化 大家好 我說話都朋友多了 張有化 華姐好 好的 馬上來看我們關鍵動作 的關鍵照片 第一張 這張照片 我告訴各位 昨日的希臘有 以寡擊中的三百壯士 是 今日台灣有台連 號召一千做事 他們是奮勇抗敵嗎 不是 他們是來抗議滿久了 劉瓦熊 你對這張照片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一張照片 說了一句話 就是天有不測風雨 人有 不行 你會不會有 彈襲 彈襲 又彈襲 一彈一彈 又一彈 又是同樣邏輯 太淺了 重點能夠彈襲的話 就表示他丟出去的東西 要非常的準確 誰最準確 誰準確 投手 投手 漂亮 大聯盟 陳維英 王建民 都是厲害的投手 是台灣之光的 對 還有郭鴻志 現在手雖然受傷了 但是馬上就會好起來了 是 所以說要投出好的政策 馬英九必須要很榮幸的面對他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他這樣投球的動作代表馬上 是華英九投出去 寄出去的政策 人民要感受到才行 沒有錯 你是滑看球 對 對 我想說這個球 跳得好是一個投手 是 華英九投出第一個政策 美國牛投出 壞球 壞壞壞壞壞壞 連事壞 馬上保送一壘 一壘有人 但面對第二個人事也是沒有關係 在準備好之後再投出正所稅 又是一個保送 馬上啟成一二壘有人了 面對第三個人事 所以我要投出十二壘過教 泡欠 又是四壞球 再保送一壘 現在一二三 滿壘都有人了 不能再投球了 這時候教練喊了個暫停 上了投球球 你說 你是在做什麼 你平常是表現不錯 你會怕什麼 你台下一條蟲 你上場的一條蟲 你球性格都不錯 你下鍋頭也不錯 球要倒進去 我球手一吹下去 你球手要做什麼 你球要進去後球帶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現在又拼不下去 保送一半 你叫K.O.O.O. 好不好 你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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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呀 對 對 這裡拼 快問你是誰 我抽 好不好 滿意 加油 好不好 好 我信念 來 來 好 現在馬上又要比賽繼續進行了 還在搖頭 到底能投出什麼樣的好球 什麼樣的政策 油店雙掌 好球次 Yes 好球 漂亮 有點雙掌 一次掌出當然是好球 但是好球打擊者 會放過這時候的好球嗎 馬上應聲揮擊出去 這球一直飛… 飛過外野的方去 直接落入了這個觀眾席 這顆球就好像脫漿的野馬 斷了線的風箏 張泰山的頭髮 變心的女朋友 揮不來了 這個滿罐誰在打 一下就是4比0了 沒有錯 4比0的比賽 能看嗎 才第一局上 怎麼辦 是 各位觀眾 今天這場比賽 馬英九一上任 就跟人民對上了 4比0 我們看 老百姓口致 我們這位 是誰 台聯的兇冠玉議員 今天他的頭球姿勢就不一樣 看到沒有 前功 後見 他的姿勢 全身上揚 這手背一過來就知道是 練過的 各位注意 這個球往上面的快速一壓 高壓球 升 你看不到 這種球速跟不上 五對一打擊者 山陣 接著他還投出側頭 側頭的球呢 有時候平移的位置非常的大 劉兆玄打擊者 衝 山陣 再者他試的是從下面做下攻球 升 第三號打擊者 陳衝 山陣出局 第一局下 又讓我們的老百姓領先了 這種比賽能看嗎 第一局就4比0 馬英九 你們的團隊太難了 I got you... I got you 是的 謝謝花蓋兄的示範 第一局就4比0了 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馬英九執政4年 人民的希望是0 叫做4比0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照片 下張照片 你看這張照片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這一張的照片 最重要的就是這兩顆球 何以見得 一女不是二夫 漂亮 一三 不容二虎 一 一招背蛇咬 處處聞蹄鳥 一 舉手投足做環保 青山綠水依舊好 沒有錯 我們要時時刻刻做環保 是 那講到環保 是用淡洗這樣 是算環保的行為嗎 這樣不算環保的行為 但是我們今天不研究環保不環保 我們現在研究 為什麼可以一次投兩顆球出去 為什麼可以一次投兩顆球 這就是傳說中的飛龍探雲獸 有錯 有話說 飛龍探雲獸是非常厲害的一種招式 一種功夫 這乃是傳日唐朝的一個義賊 他所創立的 是 寶劫 因為這個有一個我們國產的 經典的Online Game 叫仙劍旗下轉 把這功夫發揚光大 是 他講的是什麼呢 他的手用非常的巧 而且強調快 準 但是不能狠 因為是義賊 偷東西你達到目的就好 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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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絕對不能夠傷到標的物 所以你看到沒有 一隻手這麼巧 握兩顆蛋撐 他能夠打到 一個打到耳朵 一個打到眉心 功夫非常了得 但是怎麼修煉的呢 我可以跟大家舉個例子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今天我們工作人員有準備 三顆柴葉蛋 是 是 盤子交給我 手要非常的巧 訓練從兩顆蛋開始 有沒有 就這樣 兩顆蛋 兩顆蛋 如果巧的時候可以再加第三顆 非常加 果然是 飛雲手的盤線 這就是 飛龍太元首的訓練的基本功 是 是 但是如果 如果你訓練不好的話 你就達不到 像他們今天這樣子的效果 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看到照片這樣子的 這兩顆蛋 摘下去 馬英九先生 你有感覺嗎 你會痛嗎 我不知道 但是為了讓大家知道真相 油花松 請出列 是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你的後面口袋有放了一顆 生雞蛋 上面還貼了一個假鬍子 為什麼要有鬍子 我不知道 果然沒錯 是 這是一個生雞蛋 這是個假鬍子 各位 請看 果然很像希特的 有沒有 我們把眼鏡拿下來 今天 我們的有話雙 即將 用肉身 來證明 這個照片 或者是真正的馬英九 打起來 誰會有感覺 有話雙 不好意思 各位請看 這個生雞蛋 丟下去 透過飛龍太元首 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 等一下 把眼鏡拿下來 真的要打下去嗎 當然 我們這次錄影播出 還是一定 好 透視 飛龍太元首 弓箭波 痛不痛 I got you 謝謝 謝謝 謝謝華乾兄的示範 很難得 這樣砸在有話雄的身上 但是俗話說得好 打在兒身 痛在娘心 希望這個華乾兄 這個生雞蛋 打在有話的身上 會透在馬英九的心裡面 所以說希望 馬英九你雖然沒有聯絡的壓力 而且你想歷史流民的話呢 你就必須聽說 對人民福祉友好的這個政策 才能夠往後四年保證你 不會再被人民咬下去了 要不然這樣的畫面 以後是不是照片被彈起來 還是真的被彈死 就不得而知了 關鍵認證 我們下次見 辛苦了 油花兄 怎麼樣 這個ending不錯 非常的專業 叫這邊有面子 射得到 他們要好好的執政 對 要好 油花兄 這邊的鏡子照樣變 小英九搞不好會打電話給我 搞不好會聘我當國車顧問 一旦驚醒 夢中馬 幫我拿著 來 來 來 不是 你這樣把我擦臉 對 我先把你擦個機 我先把你擦臉 我先把你擦臉 我先把你擦臉